腰肌劳损的症状有哪些 腰肌劳损实质是腰背部肌肉及其副老典的筋膜 韧带 骨膜的慢性的损伤性的炎症 它是我们腰痛的常见原因 腰肌劳损的主要的临床表现为 第一,没有明显诱因的慢性疼痛 它的特点呢,腰痛是一个酸胀感,间歇性 如果病情严重呢,就是持续性的疼痛 就在劳累的时候加重,休息的时候减轻 而适当的活动和经常改变的体位时候又能减轻 活动过度又加重 第二个特点呢,在腰背部位疼痛有固定的压痛点 该点的位置呢,常在肌肉起点 止点,或者是神经和肌肉的结合点 在压痛点进行扣积 疼痛反而减轻 这一点呢,可以用于与深部骨骼疾患的一个鉴别诊断 第三,不同的压痛点可以产生不同部位的放射痛 这是腰部损伤和椎键盘脱出的鉴别依据之一 椎键盘的放射痛呢,可以到达同侧下肢的锅窝 大腿外侧,小腿外侧,以及足部 第四,腰肌老水的病人呢 可能有单侧或者双侧的腰部肌肉紧弯 第四,腰肌肉紧弯